话说啊,吝啬算计中害己,上错婚传嫁对狼,这是怎么回事呢? 大家好,这里是梦翔文学,喜欢我的故事,请点赞并关注我,每天都有好故事说给你听。 山东秀才梦卿文科举失利,流落天津帮人记账,老板王浩是个米商,家住洛阳。 他做的是季节生意,秋天在老家收购两米,运到津津贩卖,冬季卖完带钱回乡。 梦卿文给王浩记了几个月账,不仅受尽百般盘剥刁难,还受老板许多气,若不是无处谋生,他早不干了。 年底,梦卿文把进出账算一遍,抄写完打算交给老板。 他卷好账本,正要出门,老远见老板行色匆匆。 按老习惯,他准备先挨老板一顿骂,听顿数落,才领得到报酬。 没想老板一进门,喜笑颜开,竟请他去喝酒,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。 孟卿文怯怯地跟老板进酒店,老板点出好菜,两人边吃边聊。 老板突然说,卿文,你年纪不小,该成个家了。 没家的人是水上浮平,到哪儿都不生根。 老板突然这么关心,孟卿文有些诧异,按说老板怕是看中我,想招作女婿。 想到这儿他说,老板,我早想成个家。 只是爹妈早逝,我既无家财祖业,又无博弈谋生。 只读几句死书,磕长吕不得意,孤身漂流在外,哪有女人看得上。 就算有女人看上了,我拿什么曲啊? 老板白手说,莫泄气,是上市在人为,你帮我做了几个乐仗,没功劳也有苦劳。 看你为人老实,还读了一肚子书。 我这辈子没做过好事,全当作回好事。 只要给我办件事,我就给你说房媳妇,并给白两银子报酬,你就可带媳妇回老家买点田地,房产。 一生就有笨头了,听老板句句出自肺腑,孟清文想,他真要帮这个忙。 自己跟老板一无亲二无妻,只为他祭祭添账,就得到这么大帮助,这不像老板的为人呀。 王老板见孟清文漠然,晓得他想什么,就开导他,你别一身一鬼,我讲的是真话。 当然,我不是白帮你,这不是请你办事吗? 孟清文见老板花这么大的钱,估计不是好事,有些犹豫。 老板见他犹豫,拍着他的肩膀说,你莫乱想,我一不叫你杀人放火,二不让你肩颅打劫,三不作为正害人,你慌个啥呀。 原是老板看中个姑娘,因自己年过五十,皮肤辣黄,白发苍苍,脸上尽是鸡皮疙瘩,姑娘方龄十九,长发飘飘,秀色可参。 定然看不中老板,如若自己去提亲,姑娘定不答应。 因此,老板要年轻英俊,一表人才的孟清文,假冒他的名去提亲。 王浩虽是大富翁,因家妻是只母老虎,把他管得严严实实,什么小妾,丫鬟,使女,都不准他沾边。 直到今年母老虎病逝,他才得以解脱,想找个花容月貌的济世,因忙做生意,把这事耽搁了。 如今,米粮卖得差不多,马上回家过年,正好讨个漂亮女人回去。 只要孟清文帮忙把姑娘骗上船,顺风带回洛阳,那时生米成熟饭,不怕那姑娘不同意。 这是够缺德,孟清文不想干,但一要饱饭完,二因老板给的条件诱人,没奈何答应了。 王浩约定日期,将孟清文打扮成傅公子,派成大教把他送小姐家。 这家小姐姓刘,自幼父母双亡,被伯父收养。 前年,伯父也去世了,小姐失去依靠,住在堂兄家里。 堂兄贪心恋财,堂嫂又不贤惠,两人嫌堂妹吃她们的,喝她们的,穿她们的,只因老父临终交代善待这个妹子。 堂兄,堂嫂才没将小姐扫地出门,内心却相当厌烦。 未将堂妹快点踢出去,堂兄,堂嫂托人四处说美。 王老板跟小姐堂兄有生意来往,听说此事便托人说美。 小姐堂兄贪老板钱多,狮子大开口要了一大价,王老板贪小姐美貌,心甘情愿出大价。 刘小姐堂兄,堂嫂答应婚事,却想堂妹脾气倦眼界高,若知对方是个糟老头子,决然寻死密活,不愿意。 若闹出个闪失,人才两空不划算,就让王老板弄个英俊小伙子,冒充她到家里会面。 堂兄,堂嫂,甲义跟堂妹说,兄长关心妹妹,为你找了个婆家。 南方是河南洛阳人,在京津一带做生意。 家中金多银足,田多地广,牛马成群。 人年轻又英俊,明日上门提亲。 到时,妹子躲在门帘后,悄悄看看人品,若看得中,你就咳嗽三声,于兄当场答应婚事,如看不中,你就蹬三脚,于兄找托词拒绝。 听堂兄这样说,小姐哪有不同意之理,暗暗感谢堂兄,堂嫂,这样关心她的婚事。 因此,孟清文冒充王浩来提亲的,小姐躲在门帘后偷看,借孟清文少年英俊,品貌端庄,举手投足,丝丝闻闻,颇有文士风采,却实气度不凡。 小姐看得清楚相当满意,轻轻咳了三声,堂兄听了心有灵犀答应这门婚事。 刘家刘孟清文住三田,小姐又冒充丫环端茶倒水,近距离观察好几次,越看心里越喜悦。 想自己少小父母双亡,由伯父收养长大,伯父前年过世,凶嫂待他日冷,自己度日如年,却找不到去处。 常常常欲短叹至浩大乾坤,却没有自己的立足之地,想人事茫茫,竟无归宿之处。 这样常年累月寄人篱下,何时才是个头啊? 没想凶嫂平日虽是不闲,对她的婚事还算尽心尽力,仅此一桩,她这辈子都感谢凶嫂。 不说刘小姐心花怒放,却说孟清文在刘家,真是度日如年。 毕竟有良知,冒充遭老头子,骗人家娇嫩水灵的黄花闺女,真是禽兽不如啊。 虽然被人威逼利诱,可还是不能原谅自己。 更让她痛苦的是在刘府三天,天天在演违背良心的戏,说口是心非的话,作为他人坐驾衣裳的事。 回来后,孟清文跟王老板说了情况,老板忙了一番,买下大笔礼物,又让孟清文去下聘,定下婚嫁日期。 寒冬到了,老板要带银两回家,七日后在城外运河租条大花船,以船坐清文房成亲南下。 王老板怕夜长梦多,想早跟小姐入洞房,把生米做成熟饭,同时他也为孟清文说了一门亲。 老板结婚之日,孟清文即可带白两文银和清文媳妇,成天津运客翻船回乡。 孟清文结婚日期是老板定的,跟老板婚期同日。 到了婚期,老板的大花船张灯结彩,准备洞房花烛。 一旦刘家送来新娘,就迁入船上新房,用美酒逛婚小姐趁乱抢热巴,来个霸王硬上宫。 到时生米成熟饭,还乡安乐度晚年。 这几日要下大雪,天气阴沉沉的,东北风刮个不停,河中的风更大,船上点灯很困难。 王老板今晚坐新郎,指挥家人,仆役们忙个不亦乐乎,目前是万事俱备只欠新娘。 到了黄昏,按上一阵古月吹打抬来一层大轿,轿连上贴斗大的喜字。 一群送亲者来到码头,王老板想是刘小姐到了,让家人招呼送亲者,把大轿抬上花船。 大轿抬上花船,一阵狂风刮来灯烛其灭,一片昏暗。 这样的狂风猛刮,不可能取火点灯。 大家摸黑,签下新娘,跟新郎拜过天地,跌跌碰碰,扶进洞房。 丫鬟,使女摸黑送来酒菜,王老板陪新人摸黑,喝了浇杯酒。 仆人赏了送亲者,抬轿者,送他们下船回去交差,王老板灌昏新娘,船上安睡。 到了第二凌晨,天还没有亮,老板见新娘还蒙头酣睡,忙拖着疲惫的身体。 起来叫舵手,船工们立即开船南下,心想昨晚一切搞定,生你做成熟饭,不怕这女娃逃了。 但怕新娘天亮醒来,看到自己白发苍苍,满脸皱褶,日落西山,气息掩掩耀,怕她闹着寻死觅活,让下人们做好方方面面的准备。 一切安排妥贴,再回洞房补睡一觉。 王老板几天筹备婚事,忙里忙外,费尽心机,昨晚洞房劳累,人已疲惫不堪,一觉睡到太阳牢高。 船工按他安排,天亮起毛,杨帆顺风走了一日,直下襄阳道洛阳。 王老板醒来,船航千把里,在看梳妆的新娘子,吓得她一声怪叫。 却说那孟清文冒名顶替,帮老板完成了任务。 老板也没食言,给她文银一百两,说帮她寻了个穷人的女儿。 孟清文想看看媳妇,老板要忙自己的婚事,不耐烦地说有啥好看的,不都长着横眼睛,直鼻子。 那女人虽穷点,配你绰绰有余。 孟清文说总要见个面,问清她家住哪里,姓甚名水吧。 老板说问,这多干嘛? 她家住着天津卫,娘家姓严,穷人姑娘没有名,称严二姑娘。 你放心,一切我都安排好了。 今晚码头有条北去的运客帆船,我给你租了个单间,天黑有人送进来,你把新娘子接上船就万事大吉。 孟清文还想再问,见老板脸色不好,就不好再开口了。 清文为人老实,听老板这么说,想他把这事办妥了,就告别老板去海河,乘上北去的运客帆船。 那时候的运客帆船,都是驾驶很大的楼船,船上三层,除了坐普通乘客的大厅外,还有二三十个小房间,为官员,绅士,富商,聚甲乘坐。 大船黄昏到码头等客,第二天清早启程,王老板给孟清文租间便宜单房,孟清文焦急地等到天黑船上掌了灯,他有些不耐烦。 此时只听岸上唢呐声声,见个大汉千匹毛驴,驴上坐个盖着,红盖头的新娘子,后面跟两个老婆子,前头有两个人吹唢呐。 孟清文想是新娘来了,到船头招手让那些人把新娘送上来。 送亲人中有个婆子,好像认识孟清文,跟众人说他就是新郎官。 众人把新娘送上船,孟清文正要寒暄,一阵狂风把船吹得摇摇晃晃,灯全灭了。 黑灯瞎火下,孟清文塞几个铜板给千驴汉算赏点辛苦费,让他带回去平分。 阴风太大,众人说的话听不清,千驴汉把众人带下船走了。 孟清文摸黑,把新娘牵进房间,说了两句上床睡了。 第二天风停了,大船起锚开航,正值冬季天亮的池,船醒了一个多时辰才有光线。 天气出奇的冷,船上水结了冰。 孟清文怕冷,偷懒多睡个时辰,新娘子早起来梳头洗脸茶胭脂。 孟清文起来一瞧惊说,奇怪,怎是你? 新娘子听孟清文劈头盖脑说怪话,就问他咋了,不是我是谁? 原来,新娘子是王老板娶的刘小姐,却跑到孟清文船上歇了一夜。 孟清文挠破脑袋,百思不得其解。 好在上下两个码头隔不远,昨晚停泊在下码头老板租的花船上有唆呐,炮杖声。 肯定才办喜事,想是双方搞错了,自己的新娘子错上老板的船。 不行,这是怎么错得? 趁早换回来。 见孟清文一片焦急,刘小姐问出了啥事? 孟清文言这是蹊跷,一时半刻说不清,你先别问,我们下船到下码头,去了你就知道。 孟清文说着,带刘小姐出房,见大船行在风浪波涛中,他找船长一问,只船行了两个时辰,走了百多里水路。 正是逆行不能掉头,这段河没有码头,大船也不能靠岸,得到下一个码头停船,离此有二百里水路。 孟清文听了叫苦,只好带小姐回房,不管小姐怎么问她,都一言不发。 大船到了下一个码头,孟清文带小姐下船,却是正午时分。 码头在一个小镇边,孟清文在码头打听,有没有船回去。 码头上的人说,这河段客量不大,没多少船经过,三天后等这条船回来,停两个时辰,带些客人到京津。 孟清文心里郁闷,只好带小姐到小镇寻个客店,租两个房间住下。 刘小姐惶恐不安,不知新婚的丈夫,葫芦里卖的啥药,好好一对夫妻个住一个房间,问她又一言不发,真是怪了。 三日后,孟清文带小姐等回船,码头的人说,这几日天太冷,河上游拐弯处,环水断结了冰,大船下不来了。 孟清文急得要命,问这冰什么时候才能融化。 码头的人说,这可讲不清,河段冬天长结冰,有时三五日,有时五七日,有时十天,半月,各把月才融化。 孟清文心里叫苦,只好跟码头的人约定,啥时来船就到客店叫她一声,才带小姐回去。 这一年冬季冷,河滨直到第二年才融化,孟清文在小镇过了年,才上船赶到洛阳,找到王老板的家。 这个老实呆子,还想把刘小姐还给王老板,换回自己媳妇呢? 哪知道王老板家,却听说她于去年腊月过时,留下前妻生的一个痴儿子。 亏她在天津讨了个新夫人,在她死后接管家财,不然偌大王家树道,胡孙散了。 孟清文告诉王家仆人说,她是老板的朋友,想见夫人。 夫人平意近人,听了仆人禀告,出堂来见孟清文。 孟清文心急火急,想见王家仆夫人何等模样。 夫人出来她抬头一望,大惊失色说,怎么是你呀? 夫人也认得孟清文,说孟秀才,你怎么来了? 西克佑,这夫人竟是天津一个老教化,今年五十多岁,孟清文知她姓颜外号,乞丐婆, 当年在天津托之破碗,沿街讨些残汤剩饭。 孟清文见乞丐婆又老又可怜,常从衙缝省歇小钱救济,乞丐婆十分感激。 但不知怎么回事,她竟是来运转,做了王老板的新夫人。 乞丐婆留孟清文,留小姐住下,孟清文把自己跟王老板的婚事经历一讲, 乞丐婆也奇怪,说怕是王老板有意安排的。 这是很可能是老板见孟清文年轻英俊,同情她一肚子文采,流落一乡无家可归, 故而以自己讨老婆为由,帮孟清文找个财貌相当的媳妇。 而王老板自己年纪大,就找个年龄相仿的女人过日子。 怕是她见乞丐婆一大把年纪,突破碗炎机乞讨,怜悯她生活,无这冻死饿死街头。 发善心娶她回来。 孟清文跟乞丐婆都这样想,说王浩是天下难找的大好人,大善人,可称圣人君子了。 怎知老板想娶的,就是美貌无双的刘小姐,为定下这门亲时,她费尽心机,花费不少。 刘小姐婚期定后,老板兑现孟清文安家费,出了一百两文银,心痛得不得了,还要买个姑娘,给孟清文做媳妇,又要花她一大笔钱。 吝啬的王老板,哪舍得再花这多钱。 那晚,她喝得醉醺醺出门,碰到乞丐婆要饭。 老板一向讨厌老乞婆,正要踢一脚赶她滚,不知脑子的哪根弦动了,竟丢个铜板给乞丐婆。 乞丐婆道谢要走被叫住,老板说,老婆子呀,我看你一大把年纪了,这么乞丐合日试个头。 我有个朋友死了老婆,想找个女人做后妻,你倒何事? 乞丐婆,像听梦话,说你老莫拿老婆子开玩笑。 我这么大年纪的老乞婆,哪个男人要? 老板一脸坏笑说,你莫自卑呀,臭猪头有烂鼻子吻吗? 你等我的好消息。 老板说完走了,第二天,他找到乞丐婆,说他朋友答应了。 他明天黄昏在海河上,码头一条北去的运客翻船上等你。 你去船上,见穿红色新郎装的人就是他。 老板说完丢几个铜板,叫乞丐婆买套衣服换,明个书席打扮去船上当新娘。 乞丐婆简直不敢相信,他讨了一辈子饭,当了一辈子老姑娘,老来居然有男人讨自己做媳妇。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,他就把消息告诉丐帮帮主,天津丐帮满有势力,乞丐间很团结友爱。 乞丐婆乞讨多年,在丐帮有些地位。 她能出嫁是好事,丐帮帮主大力支持。 帮主是有钱的人,在自家大白酒宴,请仲乞丐喝喜酒,花钱把乞丐婆打扮一心,又让仲乞丐穿上新衣,请来吹鼓手大轿子,热热闹闹嫁他们的老姑娘,这在丐帮成了一大奇闻。 人逢喜事精神爽,乞丐婆一高兴,在帮主家多喝几杯酒,醉得口舌不清,黄昏仲乞丐抬大轿送她,问新郎在哪里。 乞丐婆口舌不清,只说在码头大船上。 众乞丐吹吹打打,把乞丐婆送到码头,见有大花船张灯结彩贴有喜字,想是那男人迎娶乞丐婆的,糊里糊涂把她送上船。 这时起阵狂风,吹得黑灯瞎火,大船摇摇晃晃,众人逃了喜钱下船,船上人摸黑稀里糊涂把新娘送入新房。 而刘小姐堂兄,堂嫂是吝啬鬼,用诡计嫁堂妹,妹子出嫁之日,他们舍不得出钱操办。 随便办两桌洗酒充样子,到了时辰把妹子梳妆打扮好,请来两个吹喇叭的,让管家刘二牵头驴子送小姐出门,派两个老婆子跟着。 哪知,刘二多灌了点酒,千驢到下码头,虽见一条大花船上贴有大大的喜字,正要千驢上去,去见一群人吹吹打打抬来大花轿,船上的人看见花轿来了,忙下来迎接。 刘二想,这怕是另一家办喜事,自己走错路,找错了船,就千驢另找大船,上下码头离得不远。 糊里糊涂的刘二,竟把小姐送给了孟清文。 乞丐婆跟新郎一夜夫妻都很劳累,睡到晌午才起床。 大花船凌晨起毛,撑了一天,新郎新娘才起来,见面后新郎一声叫苦,新娘见识王老板也纳闷半天, 后竟认为是老板看中了她,假托为朋友说媒,搞得乞丐婆好一阵激动。 王老板风光群美貌老婆,竟变成个又老又丑的乞丐婆,气得她吐口鲜血,昏了半天才行。 她急爱面子,在家人,仆役,船工,舵手面前不好发作。 想吊转船头回天津,偏欲大风往下吹,舵手船工再有本事也不行, 只得顺风而行不日到洛阳,春赏才能逆风回天津。 王老板只好带乞丐婆回家,本想悄悄处理掉她,夜欧气吐血得病, 躺在床上,不能动弹,多亏乞丐婆照料。 后来,王老板病情加重,连话都说不出来,带着一腔怨气,两腿一等,死了。 王家只有老板前妻生的赤儿,没一个人能主食, 亏乞丐婆大半辈子走街串巷要饭,也算见多识广, 大家又都以为她是老板娶的后妻,自然成了新主子了。 乞丐婆见孟清文,留小姐无家可归,留她俩常住下来。 孟清文跟小姐同过房,后来虽然分屋而居, 但两人过了几个月,不是夫妻也是夫妻了。 现在,王老板已死,孟清文没什么顾虑了。 后来,王老板痴儿也死了,乞丐婆没后人,任孟清文做干儿子, 孟清文成了王家继承人。 她跟刘小姐,乞丐婆三人,把王老板当大善人, 年年清明冬至,上坟烧纸祭奠他里。 亲爱的听众,如果喜欢我的故事,请为我点赞哦。 谢谢。